那我們選那個4.03的 那特別注意再來 CPU 特別注意 兩個選項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都是關鍵 上面是 ON 這個ON的話是 原來我們那個等於是小型的裝置 的模擬器 後來下面那個有個X86的 不過它是Intel的 什麼Atom這個 那上面跟下面差在哪裡 速度差很多 如果你2.X的版本 跑起來都差不多 但是4.X版本奇怪 可能因為架構變得太複雜了 所以如果你用ON的那個 架構來跑模擬器 光開啟啊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光跑好幾分鐘 奇怪怎麼一直還是那個畫面 所以你們回去不然有沒有試過 如果你用ON那個 一直跑 跑好幾分鐘還看不到畫面 但是如果你用X86這個 大概一兩分鐘吧 就看到畫面了 所以我比較強烈建議用下面那個 但是有個要件 第一個 你要裝那個加速的驅動程式 那個東西沒有預設裝好 OK 第一個喔 第二個 你的電腦呢 也要是Intel的 而且喔 所以有同學問AMD 各位 抱歉那不行 因為Intel的嘛 OK 第二個是說呢 Intel的不是全部都有資源 還要是高階的 應該可能是i系列以上啦 i3 i5 i7 而且要支援有個技術叫 VT VT Virtual 什麼Transfer VT-X VT-D也不行 要VT-X 那個東西我發現 比較標準的版本 比如說i5以上的標準版本好像才有 我們這邊電腦剛好有 剛好有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 你都問你的那個筆電 沒有這個技術 那可能也不行跑 所以這個兩個要件喔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那恭喜你 你就跑X86這個模擬器 就會跑得很愉快 我剛剛試一下 我這一台是有啦 我們這邊的電腦都有 你等一下 只需要先裝一個那個加速的那個驅動就可以了 OK 然後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在BIOS裡面 也要把那個VT-X BIOS開機的時候 那個按Delete或F2 要把VT-X 改 預設應該已經是Enabled 如果它Disabled 你就把它打開來 才會支援 OK 所以我這邊的話 把它改成這個 然後要把Skin 它的那個介面要不要 No Skin 或者加一個HVGA也可以 看各位 No Skin的話 就是沒有旁邊那個東西 旁邊這個東西 如果你旁邊需要鍵盤 什麼的 那你就可以再加一下 就是Skin的部分 然後另外RAM的話 大概512就好 你不要太高 除非說你現在電腦裡面的RAM很大 8G以上 不然的話大概512就夠了 然後再來其他的話 用預設